青榜素敵 俠路相逢 每年最熱血的中信被黑豹棋 進入最終冠軍戰 兩大強權 平鎮高中和古堡家商 連續四年宿命般的對決 最終戰 兩邊都押出高三王牌 先罰上陣 平鎮的陳志傑對嘎古堡林玉銘 開賽兩人都投出霸氣 尤其是林玉銘 前兩局都演出三上三下 不過衛冕軍平鎮 顯然對於這位左頭有備而來 第七棒的田子傑 在三局下率先突破封鎖 敲出全隊第一支安打 上壘後戰術執行 一樣沒話說 林玉祥短打精準完成任務 把隊友推進上得點圈 大後得分機會 開路先鋒黃永傳挺身表示 這個我來 右半邊的平飛安打補刀 互送回球隊第一分 打出好的開始 王者平鎮打出氣勢 攻勢也跟著發酵 六局下 優格萊雅 二雷人的情況第三棒的董子恩 左半邊歐巴的森遠安打 送上重重一擊 帶有一分打點 平鎮來到二比零先 古寶岩看苗頭不對 周教練也上場了解情況 正當大家以為有可能換頭的時刻 最後決定林玉銘繼續投球 而他也沒有辜負教練的信任 標出三陣化解危機 K掉平鎮強打李浩宇 林玉銘本場先發主投 六又三分之二局 送出五次三陣 被敲出六支安打 丟掉兩分四則分 只不過他在七局下半 留下兩出局 一三雷有人的局面 接替投球的好麻吉潘文輝 並沒能擋下 平鎮隊長張宥鈞 無懼眼前火球 內野安打為球隊再添保險分 衛冕軍在七局下半 高效率靠著三支安打 和一次失誤 打下三分製造關鍵大局 平鎮大軍面對古堡兩大王牌 總計敲出九支安打 搭配戰術執行和推進 是他們的最大優勢 尤其先發投手陳智傑 今天只有一個字就是猛 展現超強壓制力 就算對方得點圈有人 最終也只能慘壘作收 讓計分板一路掛鈴 陳智傑主頭八有三分之二局 只被敲出九支安打 狂送八張老K 而且一分都沒丟掉 差那麼一點就能挑戰 玩頭玩封勝 不過顧全大局 平鎮九局上 還是押出去年MVP 吳秉恩來關門 用一個左外野飛球的 再見皆殺 結束比賽 一片深藍色的球衣瘋狂灑水 易涌而上 衛冕軍平鎮中場 6比0晚風古堡 高水準演出 完成黑豹期的2連8 未來的新聞綜合報導